那個時候就是犧牲掉自己的健康 我那個時候過敏得很嚴重 然後每天沒有睡什麼 我真的是坐在路 坐著都可以秒睡 然後更明顯的是 我的頭顎症症狀變得很嚴重 嚴重到觀眾都開始問了 所以我才告訴大家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阿比妹妹說 我是阿比林慧君 這回要跟你們說什麼呢 然後這個繽紛的就是我的位置 也太亂了吧 耶嘿嘿 你知道人生第一次擁有辦公桌 這是多開心的事啊 我當然把它放滿啊 還記得他嗎 藝人紹婷 淡出螢光幕 現在改行做陶雞 我是社長 我的title是社長 從演藝圈跨入電商界 主要負責行銷和產品開發 對為退休藝人 忙碌的時候 大小事都要參一咖 其實這邊各個倉庫 倉庫臥虎藏龍耶 真的耶 這邊好像很多大公司的 對不對 對… 對不起 天有人失禁 失禁 走進未在泰山工業區的倉庫 裡頭滿滿都是即將出貨的商品 像這個 這種就是你可以直接 隔水加熱之後 然後把麵加進去就可以吃了 豚骨拉麵 雞腿湯麵 自家洋廚生產 吃的喝的用的 都是民生病需品 不受疫情影響 反而逆勢突圍 目前沒有影響到太多 反而是稍稍有點提升 因為像現在普遍大家都是比較少出門了 然後沒有太多的聚會 甚至連出去吃飯都變少耶 社長出貨 成軍短短三年 意外成了新冠肺炎籠罩下 刀口餘生的贏家 我們過年前才決定 我們中央廚房要自己的 然後現在疫情發生 所以算是運氣好 那個時候有做這個決定 然後才把這一系列的產品都研發出來 受到新冠疫情影響 民眾減少出門 避免到實體店家消費 讓電商業績長紅 工作忙不完 讓卸下藝人光環的邵婷特別有感 因為臉書常常看到很多經紀人的朋友 我是叫苦連天 這個案子又掉了 廠商原本 hold好的時間又取消了 那真的是很大的收在戶耶 我必須說我在 按下臉書的那個表情的哭臉之前 我露出一個笑容 邵婷提早下車擺脫藝人身份 如今公司規模越做越大 2020年初還帶著員工及家人 一起到泰國旅遊 但以老闆身份 帶著員工及父母出國 跟以往主持外景節目 兩種成就感完全不同 來了來了不好意思又是我 不好意思大家再看我一下 不會我們好喜歡你 少來是想看紅寵吧 以前身為外景主持人 在台灣南征北討小有知名度 如今告別螢光幕 有那麼一點點捨不得 以前的外景雖然辛苦 但是這八年我因為這個節目 去了好多我平常不會去的地方 演藝圈雖然辛苦 可是它終究還是有迷人的地方 不然我們不可能做這麼久 現在已經是2017 一夜一號 失落感很大的是跨年的時候 以前每一年都會有跨年 而且越接越好 你知道那一年你就是在家裡 坐在家裡看著電視 那個心情很揪耶 你嘴巴上說 沒有我今年就是沒有接了 我就退出了 可是你心裡還是會關心著 哪一台在幹嘛 高雄廠現在怎樣 排杯場在幹嘛 直到創業的第三年 才逐漸撫平 失去掌聲的缺口 畢竟勇闖星河當明星 是她從沒有想過的一件事情 也因此格外珍惜 歡迎邵婷來囉 歡迎 還有女學姐 是啊 學姐 當年從我猜的校園美女出生 邵婷被封為第一代宅男女神 我等一下可以給你看我小時候的照片 我真的長得很圖 我小時候眼睛大概只有這麼大吧 跟演藝圈完全扯不上邊的 真的 認真的 但我沒有真心 自嘲醜小鴨變天鵝 踏上藝人這條路 她也曾經質疑過究竟適不適合 畢竟從小她就意識到 自己跟別人不太一樣 我大概幼稚園的時候症狀開始出現 但其實那個時候我都不知道我怎麼了 我就是會一直擠鼻子 小時候會擠鼻子 然後擠眼睛 點頭 聳肩 各種動作都有 然後都會被家人指正 包含我到了小學被同學笑 我也不知道我發生什麼事情 這段不為人知的經歷 一直到成為主持人之後 被攝影機捕捉到 才不經意撕開這深埋已久的秘密 喜歡她的粉絲最近從節目上發現 她的臉部表情有些不一樣 很擔心她是否因為工作壓力大 造成身體不適 我脫睿症的症狀 平常或是以前電視錄影的時候 我都可以像大概現在這個樣子 有在錄我就稍微hold一下 那症狀不會到太明顯 攝影師或是導播熟的 都會把我們避畫面 可是純實境的外景節目 真的沒有辦法 當時少廷手上有四個主持工作 全都是外景節目 身體不堪負荷 亮紅燈 陀睿症的症狀越來越明顯 很多網友兩派 一派是很關心你 擔心是不是太累了 他們想到的是顏面神經失調 會想要我多休息 然後另外一派就是 所謂的小酸酸們 他們說這個一看就知道 整形整過頭啊 神經都壞掉啊 其實陀睿症 好發於五到六歲 屬於遺傳性的腦部神經疾病 長伴隨著眨眼 仰頭 或者是不停親喉嚨 甚至發出聲音 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患者 會持續到成年 而少廷就這樣跟陀睿症 努力共存到現在 請問有沒有人願意舉手告訴我 你們現在在哪裡耶 做Showgirl做模特兒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經濟公司 他們有要求我不可以說 早期我們做展場 的確會有很多忠實的男粉絲 那對於他們來說的話 我可能是不食人間煙火 不能有缺點不排泄的那種 我怎麼可以生病 大學時期以模特兒出道 一路走來幾乎沒人知道 他的病情 滿到身體藏不住了 少廷選擇勇敢說出來 還有一個部分想要說出來 就是因為就算我有 妥銳症 我還是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工作 我還是可以在這個 所謂連很重要的行業 做我想要做的工作 我希望可以鼓勵到一些小朋友 或者是很擔心的家長 於是為了減養身體 少廷開始在網路直播 接業配 漸漸淡出演藝圈 後來因為一次合作的機會 她認識了現在的合夥人 心中開始盤算 全力投入電商平台 我今天下一個通告我就有一個信封袋 我今天接一個尾牙 你說晚也是一個月前就會進來 可是你做電商不是 你剛加入你會發現 怎麼好像這個月沒有錢進來 32歲離開聚光燈 勇敢創業 但營運出奇都在燒錢 撐了兩年多 總算開始賺錢 在2019年雙十一檔期 營業額甚至破億元 其實在調試自己是一個合夥人 是一個老闆的這個角色 我也還在學習 要怎麼樣去帶領下面的員工 好險我的合夥人 她跟我是很可以對談的人 自己成了明星大言人 身旁也有值得信賴的合夥人 而感情路上 也很早就遇到對的人 我真的是少說 可令到不行耶 我沒有負面新聞 我沒有緋聞 我跟丁先生其實交往很久了 非常久 有個七八年吧 但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從不露面的丁先生 是過去外景節目的攝影 少廷極度低調保護這段感情 原本抱持不婚主義的她 步入禮堂的關鍵 全是因為這位第三者 聯合公園的主唱 那個Chester他自殺了 然後我們原本約好了 當那一年的十一月 要去日本看他的演唱會 他說 我們人生已經有一件事情 是做不到的了 這句話對我來說好震撼喔 就是對 我不知道隔天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既然我們都很認定彼此 因為他其實是尊重我 他覺得 這樣我沒有想要生小孩 就不急著結婚 一直在一起也沒關係 那是因為這件事情 我們兩個才有個認知是 要把握現在跟把握當下 都已經決定要好好的過生活 照顧健康了 那是不是趁我們都還有機會的時候 好好把握彼此 所以我們才決定 那我們就去登記結婚吧 兩人結婚後不急著生小孩 因為熱愛動物的少廷 身邊有一堆貓孩子 今天在這邊持續的 持續的沒有露臉 然後這個是烏尼 我們家的妮娜美 家中養了兩隻狗狗 六隻貓咪 寵愛毛孩無極限 為了讓牠們 有更大的活動空間 還因此砸了三千多萬 換大房子 這個露臺的部分 因為是狗狗貓貓都可以來的 所以我們其實仔細看 我們整片都有做隱形檢查 有一次少廷的貓孩子 把牠的臉當作貓跳台 立爪畫出了一道五公分的傷口 但牠沒有一句怨言 我覺得每一個女性 都會有很渴望被需要 在牠們旁邊我就是被需要 我做什麼牠們就是需要我 這個感覺真的是有夠過癮的 渴望被需要 儘管現在的牠 不見得被演藝圈需要 但轉換人生跑道 在新冠疫情的衝擊下 依舊經營的有聲有色 成功開創另一片天 以上是我這回分享的故事 聽完故事你有什麼心得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阿比喔 如果想看更多呢 也歡迎到台灣大搜索 找到阿比美美的單元 別忘了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我是阿比林慧君 我們下回見 哈囉 everybody 現在阿比要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 就是中天新聞網的APP 上架囉 多一個下載 多一份力量 現在請你掃描QR Code 完成下載 並且輸入阿比的推薦代碼 CTI 216或者是日生的 CTI 699 挺中天監督的力量